出大事了兄弟们 钢肠科主任猎狗发现一匹凉凉的河马 这话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掏螺蛳粉 看河马小耳朵这个姿态 应该是走得很难想 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走的 但是走之前一定是活着的 小耳朵皮糙落后 但是在钢肠科的嘴里 就没有破不了的局 只见主任猎狗直接就把螺蛳粉掏了出来 这味道怎么说呢 带线螺蛳粉就是那么板正 但是主任猎狗万万没有想到 小耳朵的螺蛳粉 都比其他草民的螺蛳粉有嚼劲 不愧是草原坦克之一 内在都这么有实力 主任猎狗能捡到一匹完整的小耳朵 可谓是接住了这破天的富贵 他对小耳朵其他的部位都不感兴趣 唯独这局部地区让他把持不住 而且是愈陷愈深 主任猎狗恨不得把整个狗头都伸进去 这真的是我擦了 钢肠科主任的名号绝必不是白叫的 小耳朵局部地区这独有气味 那是氛围感十足 主任猎狗已经欲罢不能 他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美味里面 有很多主任猎狗一辈子 也没吃过小耳朵的螺蛳粉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美味 主任猎狗也只好先套为敬 并且在做螺蛳粉的时候 还能配上高汤的局院 更是百年难得一遇 主任猎狗今天出门 估计是看了老黄历的 现在这碗螺蛳粉火候刚刚好 非常容易就从局部地区掏出来 而且小耳朵现在还没有出现剧院冠状 也就是说不会爆炸 不会对主任猎狗造成狗生伤害 干饭的过程安全有保障 如果熊市院长来了就另说 现在这螺蛳粉的味道 还比较原汁原味 正介于腐和不腐之间 虽说主任猎狗连腐肉都不会放过 但谁又不想顿顿都吃新鲜的呢 捡到一头凉凉的小耳朵 对于主任猎狗来说 能满足他的一切食欲 他可以从不腐的时候就开始吃 一直吃到小耳朵开始发腐 这几天全存的猎狼 都不用辛苦外出苦猎 就守着这破天的富贵就行 同时法公报已能安稳几天